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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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谈到美国是比较粗俗的 它用一种大众的文字来表现后现单的 不是用一种精英的东西 不是精英文化来表现后现单的 甚至说美国的学生运动 西皮士运动 它都是用一种大众的方式来表现 刚才我们说德国和法国的哲学家 我们可以说他们都精英文化 美国却是大众文化 他们的思考是在思考一个后现代主义 是在怎么样的社会被精英产生的问题 海德格与他同时代的存在主义者 他们都曾经凶事过一段时间 海德格在五六十年代 他们的哲学被埋没过一段时间 后来又被人重新发掘出来 美国后来也是很介绍欧洲的思想流派 美国为什么会对那些被埋没的哲学特别感兴趣呢? 因为美国后来有一个后现代主义运动 后现代这个词呢 是现代思想家对上个世纪后三十年的改革 主要指的是一种后工业社会 或者是后现代主义 后来文主义 电子时代 电视时代 核能时代 现代的时代已经不能用这种工具来明明了 你说现代就是指计商计时代 这显然很可笑的 比如说信息时代 居然时代 现代人觉得这通通不合理 于是就跳过了技术革命的那些名称 直接标为后现代 后现代这么来的 后现代怎么来的呢? 就是感到现代有些东西不好 但是已经不能用一种计商计时代 这样一种技术革命的产物来命明了 于是索性就把它称为后现代 那么后现代主要是在美国 六十年代美国就出现一种反文化的一种思潮 主要在六十年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出现了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从1964年到1972年 那么那个越南战争对青年人内心世界遭到极大重振 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差距就被显现出来了 肯尼迪在美国心目中被封为英雄 但是他遭到自杀 他的妻子又非常漂亮优扬 也是美国人心中的偶像 后来又嫁给了船王子 美国心中的偶像就 两个偶像就倒塌了 这个时候还出现一种叫做秘密的轮行 就是做自己的事情 这也是比较浅薄的美国人愿意做的 所以外部自己在德国人那里要唠好几个弯 那么到美国人那里是弯的不要唠 有人说唠一个弯就做了 所以那个外部自己 假如要德国人去做呢 首先要对他否定 否定接受再否定再接受 那要唠好几个弯 美国人是行为主义者 所以美国人只有一个弯就做了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地下活动 比方说地下宗教啊 地下教育啊 地下电影啊 地下文化 地下文化产生了以后呢 就是和学院或者主流文化形成了对立 当时的口号就是做我自己爱做的事情 要自由 但是美国人的要自由 更没有欧洲人的要自由那么复杂 美国人要的自由就是叫做言论自由 或者再浅薄一点叫做不上课的自由 下课的自由 不读书的自由 到街头去当流浪歌手的自由 在196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波克雷分校一些学动学生呢 就发动了一个言论自由 当局呢就代表了他们 学校呢企图开除这些 但是民众呢就支持他们 后来呢就发展成一个自由言论的自由 后来又发展出那个性的自由 认为人体是美的 于是又开上了奇装异服 迷你裙 然后要搞通信链 所以美国人所要的自由呢 是尽量的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而得不法国的那种反抗 是一种内心的反抗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欧洲的自由化 却是以深刻的内心的反省出发的 美国的自由化 搞得到这些年轻人 毫无社会经验 以为穿了奇装异服 迷你裙就是有个性 然后再接下来更不对了 就吸毒了 当时毒品呢也不是真正的毒品 而是大麻 现在大麻美国人人 已经不算什么毒品了 那么进口的主要的海港呢 就是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警察特别厉害 那个很不容易那个进入 然后呢就往上走 往上去西雅图 那么在西雅图和加州之间有个州 就是美国的俄勒冈州 俄勒冈是个森林州 里面的警察比较穷 里面的警察又不怎么样 所以呢俄勒冈就成为一个 外来的那个毒品进入美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 那么大麻什么的 所以那个俄勒冈那个吸毒呢 就是比较普遍 而且街头卖大麻什么的也是吃光家惯的 现在也是这样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有像有吸毒的传统 那么那些吸毒呢也不是他们真的喜欢吸毒 而是时髦 要装时尚 你懂吗 就像有些女孩喜欢吸烟 她也不是真的喜欢吸烟 她是要吸那种女性的长长的香烟 显得我另类 显得我漂亮 显得我时髦 所以刚刚吸毒也不是那些孩子真的喜欢吸毒 而是觉得吸毒的人才是 才是什么 才是够帅的 就这样子 那么就吸毒了 所以刚刚吸毒也不是吸那个海洛因而是吸大麻 所以吸毒不是真的喜欢吸毒 而是一种反抗 表现自己是另类 那么再从外在的表现形成和欧洲的哲学的表现形成 这就是不一样的 那么但是主题是一样的 就是要求从各种束缚里面 束缚被束缚的组织中逃离出来 第一反抗的是家庭 那么就离家出走 接下来是反抗学校 那就是大课 逃课 然后就是反抗宗教 那就不去做礼拜 再就是反抗政府 因为政府要把他们送到越南去打仗 所以他们拒绝 那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也挺倒霉的 对吧 那个肯尼迪被刺杀了 那么余罕信长得又不帅 而且还要叫人去打仗 那么就引起了那个 那个美国青年的反抗 你在选举的时代 你在被选举人的帅与不帅是绝对有关系的 你们相信啊 在根据那个选举了 尤其到最后有两个被选举人的时候 那么很多的美国选民最后一般就是选一个不叫帅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们认为那个肯尼迪那个是帅的 后来那个接替他的那个刺杀不帅 也是在新年 美国青年人心中的那个不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何况还要求他们去打仗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的 我们说的就是美国六十年代的一些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不一样 它出现的是个怀疑的年代 我们说六十 一九六零到一九七零是反抗的年代 那么一九七零到一九八零 那就是怀疑的年代 怀疑的嘛 怀疑社会存在的那些价值观 也就是自我寻找的年代 那么出现了一个词叫做me generation 就是我自我的一代 我我的一代 就走向了搞个人化个人主义了 不仅要逃出去 就认为自己根本就是个东西 自己本身就是放大了个人 那么自己搞一切都是应该自由的 那么美国人搞自由搞什么呢 一天就是不太好的东西 一个就是理发 离中 你们是看到我把头发两边 头发在两边都剃掉 当中留得很高的那种 这边西皮式的样子 实际上这些人未必就是西皮式 但是就是大学生嘛 但是他离这样一个头发 一离你就觉得他有点有点意思 第二个就是戏毒 第三个就是性革命 第四个就是同性恋 那么这样一来呢 每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现在呢 都有一个个新的文化标签 每个人就突然之间觉得不普通 一般不就是大学生嘛 现在说我是离家出走的大学生 我是从来不上课的大学生 好像就不一样了 然后他说我是同性恋的大学生 好像很光荣 像我读书的俄罗大学 那个同性恋协会要竞选学生会会展的 然后很多同性恋就上街了 说今年求求你一定选我们的会展 为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他们觉得我一旦同性恋 我就一种不同了 明白吗 然后说我吸毒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我勇敢 代表我勇敢 所以呢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看他们的那些吸毒啊性革命啊 发行的变化 齐装易服啊 实际上同性恋啊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种反抗的形式 是种反抗的形式 实际上就是本来是太普通了 但是呢 一旦我干一件坏事以后呢 我突然就成了不普通 我成了能够心中的英雄 美国的学生又是特别喜欢虚荣的 一下子就被一个普通人 突然之间就成了英雄 你知道他多开心啊 所以呢是在这样一种 青年动作发展上这样一种思潮 那么结果呢 立即了那些年就开始了 这是第二个情况 那么到了1980年以后呢 美国出了一个伟人 这个人叫里根 里根当总统了 里根首先是长得帅 其实是里根是电影明星 拍过二三十 二三十部二三流的影片 那个很有趣 帮过州长 然后里根呢 一上来了搞了一大 最后晚年呢 还换上了老年痴胎症的 所以那个里根时代呢 有意思啊 那么他呢那个特别得能源 这个人特别得能源 经济搞得也很好 他运行吗 经济搞得也很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人家感到那个里根老师在微笑 那国债又增加了 双业又复兴了 还搞一个好的东西 就是低税政政 少收税 然后还不打仗 后来那个也不打仗了 越南战争也没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 好像那个年轻人和政府之间的那种对立呢 好像缓和了 不让公开反抗了 那个时候呢 雅皮士就过时了 就出现一个叫做 西皮士就过时了 出现一个叫做 那个叫做雅皮士的年载 雅皮士和西皮士不一样的 雅皮士是要 要读最好的大学 那个 要那个 增最高的工资 要过最高上的生活方式 雅皮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特别爱家 特别照顾家里 同时对社会的态度是指介入不投入 只介入不投入 介入和投入是不一样的 投入的呢就是集体的一员 为社会做奉献 介入只是我以我的高科技高情感 不是高情感 我以我的高技术高能量为社会服务 目击是为了取得我的什么报酬 然后过我自我的生活 明白这个不一样吗 所以呢应该说呢 他这种态度呢就造成了美国那个 中产阶级里面的精英阶层 这种精英阶层和政府社会是不合作的 但是他们是出卖自己的资历 高科技高能量为社会服务 目的是取得自己的报酬过自己的生活 而且他们也有标志的 他们标志呢首先要读最好的大学 其实要找工资最高的 民生最好的职业 第三呢他们要顾家 家里如果出什么小事也是大事 一直要对社会表现出一种悠闲的样子 那我读书的那个大学就有一个老师 他是在名校毕业表现一流 然后我们去搞那个Portlock 我们去野营吧 然后整个系里说学生老师研究生都去 然后我们就到两个小 开车开两个小时之外的地方 去开始住营业 那么那个雅皮斯老师一定要来的 因为集体活动他不能过来 他开车来了 来了以后他说哎呀天气这么好 你们都这么高兴我也高兴 但是我家里有事我要回去 他和你们共享的时间只有十分钟 因为这不是工作是吧 工作他可以帮你工作 但是你这是额外活动 我一定要来证明我是加入你们的集体活动 但这种活动是不负报酬的 同时也不是我的内心要的 因为我只是介入社会 明白吗 所以他一定要回去 借口就是 你知道我今天家里正好有事 那你不要来就好了 但我一定要来 来的证明我才是什么 和你们不一样的 所以呢他就来了 然后十分钟以后他就说 希望大家好好玩 我因为家里有事我就回去 只是他开车开了两个小时 再开车两个小时回去 这就是他很好 但是我们社会 所以我们发现雅皮士很可爱 是不是 雅皮士有很多可爱的技巧 第一呢 他已被社会做出劫处的奉献 获得社会的劫处的报酬 高报酬 第二呢 他基本上是顾佳的 第三 他生活方面是表现优雅的 不是把头发提着怪怪的优雅 他要穿名牌 他还是帅 他无论内心外表 都拒绝任何肮脏的东西 走出去很帅 他说话很得体 有一丝冷漠 然后有一流的技术 然后对人特别友好 在这种友好里面带着冷酷的友好 可以吗 他看着对你好 但是他又是实时表现出和你不是一路的人 那么这样就是因为他是自由的人 我们过去有一次说过 你要给人多少的自由度 你要获得多大的神秘感 你就给人多大的自由度 因为他太自由了 所以他没辙 没辙 他处处变成被人追目的对象 他被人追目是很可爱的 一个他学历高 一个他报酬好 一个他给社会服务的责量是最高的 你叫他要讲一节课 绝对不是我这样讲 讲得你们都晕过去了 然后你肯定要扶他报仇 你不批他 踏到别的地方求 所以这些人 就是他和社会已经不是这种对立的关系了 那么这些人被叫做雅皮士 那么那个时候对社会的一些B病就进行批判了 主要是性革命最后就导致艾滋病 所以就出现对艾滋病的防范 那么于是就觉得很可怕 那么对吸毒 艾滋病的出现 对吸毒同性恋 那么都进行了医治 觉得同性恋吸毒都是导致艾滋延的原因 那么人们对性不再是放纵了 而是对性产生恐惧了 尤其是当艾滋病刚刚漫延的时候 美国人都非常非常害怕 那么就觉得我怎么很好 刚刚开始生活 就是因为性自由 然后就要死了 那么很恐惧 那么那个时候社会走向正规了 那么人也就想回归家庭了 回归学校了 回归到教会里去了 那么很多那个当吸皮士的人都回来 在读书了 他们美国这点蛮好的 就是大学里面都保留着他们的材料 你已经十几年没有读书了 你读 那我过去读过三年级 我能不能拿个本科学历 那是说没问题 付学费就行 你还能读 那么很多已经四十多岁的人 又到大学里来读书了 以便得一个本科学位 他也是来玩一玩的 你知道吗 在美国读书也是很开心的 因为很久没有到课堂里来读书的人 特别愿意再进课堂 来读一回书来听一听 哪个本科学位 哪个本科的学历 特别开心的 然后心里就不以为了 孝师美国政府 同样也孝师上科教授 对 他们这次呢 一个个都是成名人物 不管 到学校里 这都叫装文雅 他们就是装酷 装酷 什么酷啊 那个多次 就是这个 这个学学都弄出来的 那么 从这个情况下来看呢 就是在里顿时代呢 美国的那个政府呢 和美国的那个老百姓之间呢 是取得了一定的和谐 所以政府经过西皮士运动以后呢 也吸取了一些教训 觉得应该尊重人 那么不要让人看没有尊严 然后呢 对那些雅皮士进行宽容 还有一个呢 美国政府突然发现 尽多的培养博士研究生 是极其有利的事情 因为我去采访 我问那些人说 你们美国人找 博士毕业找工作这么难找 找一个去欧洲史的人 一个职位 往往150个博士申请 肯定找不到的 你为什么还要培养那么多博士呢 得到的一个回答就是 这样能够增进我们美国的民主的基础 明白吗 所以一个人没有博士学位 他什么也不是 尤其让他去细读 当雅皮士 自以为是搞成心念 以为自己是什么东东 还不如让他去 还不如让他去读个博士学位 因为他有个博士学位 他就敢于发言了 觉得自己是个东东了 所以美国政府用这个方法呢 那个明明那些博士毕业 都找不到工作 还是让他们都毕业 那个让他们去读博士 因为读了博士以后呢 认为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了 他心里就满足了 他会对各方面发表见解了 这样美国的民主传统呢 就能够保证了 那么我们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知道美国那个 那个政府也蛮聪明的 他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一种 内在的尊严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就产生了对文化的冲击 对文化的冲击 不得了 不得了 这两天都能够保证了 简单 不得了